我們的雲端白板 這上面這個有個雲端白板 那上個禮拜也是 01這個文字與字號函數 上個禮拜的在這裡 今天的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找答案的話那你可以先不要看 最好自己做做看我剛剛講的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做出來 裡面的話一樣會有那個 函數怎麼做 這邊有12345 然後VBA怎麼做 VBA的話有分成按鈕 它有sub OK然後還有就是用function 那 這個第一個 這邊可以看到已經有同學已經進來了 所以看得到上面有 因為你們有連進來的話 上面都會顯示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 你之前上課我第一週好像有請各位填一個課前問卷 然後 你有留mail的話第一週我會直接寄給你 那上面會有個 教學論壇 那有 跟各位講說 之後的上課 我就 不正 寄信的 那我會把它貼到這個論壇裡面 所以呢如果你有加入的話 以後每一次上課我都會貼在這邊 要不就直接你就是在這個論壇裡面可以看到 要不就是說你直接也會收到信件 因為這個論壇 它有個功能會自動轉信到你信箱 OK 那如果你不想 收到信 你就直接來這邊看也是可以 那這個東西反正一直到 我們上網 可以 一直都還是會在 所以你可以點擊進來 但是如果你有加入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但是如果你沒有加入的話 你就沒辦法 它會出現有一個 可能要你先登入Google帳號 所以要加入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 它會出現 什麼 申請詞論壇成員 那你要讓我 你讓我知道一下 你是上這門課的同學 然後我會幫你加進來 所以理論上 目前 加進來的大概有 大概 20 20位同學吧 那 有一幾個同學 因為我不確定說 因為你們 加入的時候 他會要你填一些東西 那有些同學 有填原因的 有些同學沒有填 那像這個都沒有填原因的話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搬上頭 那如果 有 第一個是有嗎 有的話 取一下手 沒有 OK 第 第2個應該不是 第3個 OK 所以如果你有 因為你沒有流訊息 所以我不知道 第3第4個呢 沒有 最後一個 有沒有 那表示 這些應該都不是 因為 網路上還是會有人看到 然後會有興趣 那我在目前 有嗎 除了這些 如果沒有的話 那 你如果 之後上課 的影音 你要 也要聽到的話 也要複習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再加進來 這樣 我也比較好 方便 我再 分享 這個 我們之前上 錄影的話 這邊有個完整的影音 有沒有 所以 之前的 錄影 你把它點擊 那就會有 就是上個禮拜上課 總共會有7段影片 那當然你可以 從頭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 把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再 重複一下 這樣子可以快轉 不影響 反正你就聽到你想聽的部分就好了 因為不一定要從頭再聽過 其實浪費時間 要講求效率 那為什麼要把它錄下來 因為反正你已經 基本上保證你應該要會啦 除非我裡面沒講到的 不然我如果講過的 那剩下就是 你們要花時間了 如果 你又花時間 我想 應該 學的 會比別人更多啦 這裡面都有 另外 你如果 看完之後要練習 要找答案都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要練習的檔案在檔案 有沒有 那其他還有講義 你也可以什麼 有些同學蠻認真的 就先把講義先列一下 可以做筆記嘛 OK 好 大概有這些補充啦 所以 回家之後 你說真的要練習的 或者要參考的 實在太多了 那當然 除了這些如果你還覺得不夠的話 底下還有懶人包 OK懶人包 因為 之前 啊 我覺得 可能 沒事就喜歡寫點東西吧 啊收集起來 大概有 有關VBA大概幾百篇的吧 有一堆東西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裡面有一堆啦 比如說怎麼 啊 抓 也 這個 相關的東西啦 總整理 我用Outlook記憲 Vlook安數 那 這個是 因為沒 現在 剛開始開這個課 其實狀況 剛開始他沒得太好 不過慢慢好像感覺 只要一開課一下就額滿了 常常同學寫信給我說 老師你的課 又滿了怎麼辦 那我都報下一期就好了 對不然怎麼辦 就完了 OK 所以有些同學 入門班沒有報告就跑去報進階班 不過進階班實在 是蠻難的 OK所以 他有些同學一下子 最好還是有個基礎 在網上學習 那裡面有太多啦 就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還有 還有 還有第2頁第3頁 所以你沒事的話 反正你就看看吧 那剛開始也許你看不懂沒關係 耳濡目染嘛 反正久了之後這些東西 你就會 就自然了 你好像突然一天 就好像 這很簡單嘛 那你跟其他人比起來 感覺你的功力就會 其實會還是會有增加 OK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把那個 剛剛的那一題稍微講一下 那一樣 我們把那個 151這個 把這個先關一下 那首先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分幾個階段來看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公式 其實非常融長 那實際上很多工作 他不是一次 一次一下子就全部做完了 那你可以分幾個 我的習慣是我從 每個部分部分 然後最後再把它組織起來 其實也不會花太多時間 那總共這一題 會 需要用到 三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就我剛剛講的 比如你要找錢瓜糊的位置 那這個當然沒有錢瓜糊 尤其你可以從第3列這邊開始 先練習起 首先你可以找到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的文字 文字裡面呢 你可以找到fine函數 OK 那fine函數的話呢 他會跟你講說 123 會有三個參數要需要提供給他 然後他會從開始的位置開始找 那但是如果你不要從開始的位置找 你可以有個star star number 就是你可以從 你指定的位置開始找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就是說你要找 瓜糊啦 假如不止一個的話 那你找到第1個你不能又從頭開始找 他永遠都找到那個 第1個瓜糊 那第2個瓜糊怎麼找 就從第1個瓜糊找到位置 再加1 再往後找 那不就可以找到下一個了嗎 那再下一個你再往後找 那可以找到所有的瓜糊了 所以在 151的 152 就剛好有三個瓜糊 那三個瓜糊的話 但你一個瓜糊 你後面的瓜糊怎麼辦 就是找到的那個位置 再加1 再往後找 OK 那就可以 如果有興趣 等一下可以自己再看152 那fine函數呢 底下還有一個函數叫search函數 search跟fine 基本上意思好像蠻近的 但是這為什麼要兩個函數 其實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這個後面 大小顯 視為相同 那fine的話呢 大小顯 視為不同 OK 所以如果說你會區分大小顯的話 那你用 fine 可是如果沒有用search 但是如果裡面像瓜糊這個沒有什麼大小顯的區別 其實就沒有什麼差異 OK 那注意一下有兩個函數 如果你要區分大小顯的話 那你可以用fine 讓fine fine什麼呢 特別是一個 他會問你說你要找什麼 那你就找錢瓜糊 OK 第二個的話在哪邊 找 within 在這個儲存格 因為我從第三列 因為第二列沒有沒有瓜糊 我就從第三列 來做 那star number 是指的是從哪一個字 你預設從第一個字開始 那如果你不加你就空下來好了 他會跟你講說找到了第三個位置 按確定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後瓜糊的位置在哪裡 那一樣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是 同樣的 公式啦 然後只是差別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這個地方改成後瓜糊 有沒有 那就找到後瓜糊的位置 第3個位置第9個位置 那瓜糊內的位 瓜糊內的文字是什麼呢 那當然也是一樣用那個medle函數 這個 按確定 哪一個 這個文字 裡面第幾個字呢 從前瓜糊的位置 再加1 因為前瓜糊的位置是瓜糊 所以會切到瓜糊 那我們不要瓜糊 那幾個 就是從後瓜糊的位置 再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 其實 當然 你要去算 這個後面減到這個 它會多一個字 其實有的時候你如果懶得去算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預覽 會發現 多一個字對不對 那你就這樣 再減1就好了 因為它預覽有時候會跟你講 我減出來 已經是這樣的結果 那你可以看 多一個 減1 有沒有 那個後面那個就不見了 這個意思是說你要切幾個 這個是從第幾個 切幾個 那不是切第3屆冠 沒錯 那這個時候你按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OK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我把它向上填滿 這個刮 這個把它拉寬一點 上面這個是什麼呢 如果我說你fine 因為我這個地方是fine什麼 fine刮虎 可是這個儲存格裡面沒有刮虎 那沒有刮虎它不會告訴你沒有刮虎 它會告訴你 這樣子 表示 找不到 你要找的東西 所以這個後刮虎當然也是一樣 所以 拉寬一點好了 這個寬度不足 那當然理論上如果 這個沒有那當然這個也不會有 也是value錯誤 所以怎麼辦 如果說你做完之後 那你勢必要怎麼樣 去除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向下填滿 它有的話 它就會出現 沒有 它就會用value錯誤顯示 但是呢 你不能說將來 你這個 這個地方 假設你這個 這個做出來 這個 有些是對的 但有些是錯的怎麼辦 那你總共能說delice掉好了 這樣嗎 慢慢delice 但不對 OK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過濾 那怎麼過濾 其實你可以插入函數 第三個函數 就是在邏輯裡面 找到一個叫 if er OK 這個 if er 就是說 如果發生錯誤 那錯誤的話會有哪一些 函數 說明裡面應該 應該會提到 我看在這裡面 但這裡面的話 包含我剛剛提到 就是大部分都 緊開頭 比如說緊 像緊value 或者是緊那個什麼 N斜線A not available 或輸入此類的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過濾掉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那個 他這邊有稍微提 OK 主要是什麼 ifer 這個 這個蠻常見的 找不到 像v的環數 如果你找不到 他會給你這個 這個是他找不到那個範圍 OK然後 等等的 好 那類似像這些錯誤怎麼辦 如果說 你要讓他 不要顯示的話 那 其實很簡單 ifer 按確定 把你怎麼呢 把你要放的東西 假設這個東西給他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有沒有 value if l 那你就什麼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話 就什麼 兩個 雙尾號就可以 意思是說如果有錯 你幫我刪掉 刪除 刪除不是說沒有東西啦 你就要給他一個空字串 那他就會把value錯誤 變成空字串 好 那你想說 那老師 那如果對的話呢 對的就造就嘛 錯的話呢 才會變成這樣子 但如果你要變成其他的 比如說 顯示成沒有資料 那你可以在 雙尾號裡面顯示什麼 沒有資料 他顯示出來是沒有資料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向下填滿 完成了 完成了 這個時候最後的final的結果了 但是 問題來了 就是說你做完之後 你當然 那你可以把這個公司直接放這邊 然後 直接可以放過來 但是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像剛剛 我們提供的那個參考答案 一次全部做完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先把 第一個這個先剪下 先複製啦 先做第一個 先 也許先做第一個 這個 錢瓜糊的 結果 做完之後再怎麼樣 再 把它剪下來 比如這個先做第一個 對 做完第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 剪下來 再插入函數 再利用那個 那 因為後瓜糊一樣嘛 所以不用做 反正只要改後瓜糊 再來就跳第三 第三的話 就是那個 密的函數 我們直接用那個 MID函數 然後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 先給這個 資料 然後 START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 就是 找到前瓜糊的位置 加1 然後呢 Number chart就是 把 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這個 怎麼樣把這個後瓜糊的位置 再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就減掉剛剛我們貼的嘛 再減1 OK 好 這樣按確定 那因為 第一個儲存格裡面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最後結果什麼都沒有 你會發現Value Value錯誤再怎麼樣 再把它減下 減下之後呢 再插入一次什麼 那個邏輯函數 這個 然後怎麼樣把它貼上 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變 雙贏 兩個 按下確定 其實最後的結果呢 向下填滿 完成了 OK有沒有 這個是 最後的final的結果啦 不過這個是怎麼做出來 就是從 1234 先做完 再來做這個 OK 當然 有個步驟性喔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做後面這個 那你把前面這些做熟了啦 想你應該 後面這個也可以 很快的就把它做出來了 但是不是說一次做完喔 我剛剛是先怎麼樣 先把中間這個先做出來 再貼上來 再慢慢貼啦 貼貼 ifl也這樣 全部做完之後再把它貼進去 如果你後面外面還有反正一直包一直包嘛 一直撿 一直 一直加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這個151題的 這個部分 然後 這個是 用函數部分喔 來解決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雖然 已經 還算 算簡單嗎 已經算簡單了 那可是還是很麻煩 最好的方法喔 看有沒有什麼方法一鍵完成喔 那當然會更好按下按鈕喔 自動全部事情就幫你解決喔 那特別至於剛剛那個151的解答喔 如果你一下子沒辦法馬上 寄下來的話 你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喔 我剛剛做了所有的動作喔 雲端白板上面呢 的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就會151的解答 所以你把151的解答打開喔 我剛剛做的那個 包含就是所有的公式喔 在那個雲端白板裡面喔 我都有放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 參考一下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喔 的那個 解答方式喔 這就是一個有一個有用的 谢谢观看